就是我把那个档案摆旁边 这样比较看得到 OK 看得到的话呢 相对的你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做下一步 OK 第一个的话 一样我们把这个档给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要怎么放比较OK 因为我要产生的 第一个 其实如果你要产生上半步的话 其实用字典一个就可以 用字典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拆成什么 一样嘛 如果你要输出这一个的话 那就是Key 这个的话呢就Value OK 就两个部分把它拆开来 那所以呢 第一个呢 我如果要把它读进来的话 一样把它Open 底下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用Reader ReaderLights 就是把这一些一行一行读进来 不过呢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避开 第一 第一行 因为第一行是那个蓝名不需要 所以呢 我这边写个回圈 就是避开第一个零嘛 所以从一开始 到底下 所以把这些东西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 当然一定要把它拆开来 那拆开来的话 因为要放字典 那怎么放比较简单 我第一个想法是 干脆从这边切开来 这个是放Key 这个放Value 这个Key 这个Value OK 所以呢 当然因为一个Value里面 只能放一个Data 所以我干脆这样 把成绩部分呢 就放在Value里面 Key就用那个姓名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切开来 用什么 用那个Splitter 痘点部分呢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 把 特别注意喔 DIC1 Key的话呢 就是什么 它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切开来里面的 Index0 然后面的东西 帮我把它切在后面 那切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把那个 他每一个Data 抓出来之后 中间我希望 将来路阿在分割的话 可以用痘点 所以中间我把它加个痘点 最后把那个 最后面那个换行 因为最后有个换行 把它去 这个把它去掉 再来的话呢就分别把它的Key Key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姓名 Key的部分呢 把它抓到这边来 那Value的话呢 就是它后面的三个成绩 就再把它分割到Splitter 所以这个是它的名字 这个是它的三个成绩 所以呢执行到这边好了 其实这底下这个先不执行好了 如果我执行上半步的话 到这边为止呢 基本上就是秀出什么 它的每一个成绩出来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二四六七个人 这边的话呢 二四六八个人 有没有发现 少一个 怎么会少一个呢 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边的话呢 它只秀出七个人的 这边有八个人 哪一个人不见的呢 其实因为这边藏了一个重复的资料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丁小语有两个 好有没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会不见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因为呢 字典里面的Key 有个概念 就是它是unique 就是唯一的 也就是丁小语 不会有第二个丁小语 所以第二个会怎么样 第二个就会被去掉了 OK 它就会不存在了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 像有些城市 如果有重复的data 它会 回忆一个错误讯息 但是这边完全不会告诉你 反正我跟各位讲 反正就是因为 只要重复的data 它就自动帮你移除掉了 但是这个很危险的 哪个都移除掉 我不知道 你也不告诉我 那这样子我怎么办 所以你还要另外再写程式去判断 不然的话 所以会有这个 情况发生 当然你如果没有讲的话 你可能很多同学 好像也不会特别注意 所以Key的话呢 不会有重复的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我今天第一个 我已经把清单给列出来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我希望告诉我 这些成绩里面呢 国文帮我分开来 国文最高分是谁 比如看一下 这个这个人 这个人最高分 这个人 反正你就是是谁的话 那后面我该怎么处理 比较简单呢 所以后面的话呢 主要是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谁最高分 那各科要分开来 你就不能把它全部放value 所以必须怎么样 再把后面三个成绩 本来是放在那个value里面的话 必须把它再分别切开来 所以后面我前面有建立有ABCD 有没有 这四个变数呢 当然BCD就刚好放 B就放国文 C放英文 D就放数学 OK 那怎么放呢 基本上一样 把这个School里面的东西把它一个一个读到value里面 然后做什么呢 一样School里面 因为我们前面有加逗点 其实就是为了要 底下要用到 所以如果你前面串接的时候没有加逗点的话 或者你加其他符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也有互相有关联性 然后我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用append的方法 把它放到B里面去 放到C 放到D 所以底下的话 BCD实际上切开来放放放 这样子 OK 这个是用串列的方式做 OK 待会会讲另外一个方法 可能稍微简单一些些 最后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国文成绩 就可以把它做总分的 因为把它拆开来才有办法 一样用School 总分 School除以它几个 那这样 国文的平均 国文的总分就算完 最高分算完了 是谁 其实是谁 其实跟大家一样 是谁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是谁 这个可能要熟悉 因为我的是谁 一定是放A 所以A的中瓜胡 然后呢 透过什么去找 透过B里面的index 所以刚刚那个 再做一遍而已 其实原理 用index去查什么 查最高分 那个人的index在哪里 这样就会查到呢 他的名字了 OK 这个跟刚刚那个 如出一侧啦 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我觉得蛮多地方都会用到 如果你把它熟练之后 大概就这样用 尤其是index 这个方法其实还蛮好 其他就把它查出来 所以知心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 国文的总分 平均 跟他的最高分是谁 也可以把它列出来 最高分 各科最高分就列出来 那这个是利用四个串列做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改成不要用四个串列 我希望用三个字典 有没有办法做 其实也可以 我刚刚讲过 你如果不要四个串列 你可以怎么样 一个字典是国文成绩 一定key value key的话就是他 反正一样是名字嘛 value就是放他国文成绩 所以第一个 Ditioner 1是放国文 英文数学 OK 他应该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 后面就不用再猜了 这个方法会比刚刚 程式少写好几行 只是要怎么写 不过你可能要熟悉字典 怎么去应用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好 所以怎么样把它读进来 我刚刚的处理方法就是先放到字典里面 然后再把字典里面的value 再去切割 他因为value里面放三个成绩 所以我切割到三个串列 然后再分别三个串列去计算它的总分平均 跟最高分还有最高分是谁 OK 所以这个如果你熟悉的话 以后其实蛮多工作报表里面好像也在问都这样 外部资料读进来 然后呢最后处理完输出一个报表出去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其实之前有跟各位讲有一个Python的证兆 其实他考试啊里面也有考到类似像这样的题目 而且几乎快一模一样 那只是说里面稍微改写一下吧 我记得好像是把那个 把什么成绩改成身高体重之类的吧 反正改来改去 他就问说比如给你很多好几个人的身高体重 然后呢请你把哪一个人最高 哪一个人最重 身高体重嘛 哪一个人最瘦 哪一个人最矮等等之类的啦 反正其实用来用去 就是我刚刚写的 你只是把那个程式稍微改写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啊那个考试啊 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没有标准答案 反正每个人写出来答案哦 他都不会一定要求说你要一定要怎么写 除非他里面有一定讲话 你里面要用字典 里面要用串列 否则的话呢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写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不过最后写来写去啊 但是最后是希望能够写越精简越好 因为有时候那个他有提供一些参考答案 可是反而看参考答案哦 他写的好复杂哦 写的不够精简 所以呢就想要把它写的更精简一些些 写的有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 所以如果你要去类似像考证照的话 最好是自己有一套自己习惯的写法 你千万不要去背他的答案 因为你到考场的时候你要背别人答案哦 通常都会忘记某部分 忘了之后你后面就写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有自己一套写法的话 就写得很顺 因为这些东西都自己写习惯的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呢稍微试作看看 并且哦 这个做完之后改写一下 也许我现在把它改成三个字典 取代四个串列 那该怎么做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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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